现在回想出国之前跟家人的交往,尤其是跟父亲的交往啊,觉得挺有好多回味的这个地方啊,记得当时二宝刚出生九个月吧,我看我算一下,五,九个月,对,二宝出生九个月之后呢, 然后当时跟我爸微信交流,微信联系,因为我跟我爸在不同的城市,然后我爸就提到了他想去外地做手术,因为他当时密钥系统基业啊,但是有点欲言又止啊,然后后来我就鼓励他说出他所有的想法,然后他就说,想去外地做手术, 但是没有人陪床啊,嗯,因为我哥哥姐姐都在那个城市嘛,然后,嗯,但是他们比较忙啊,我觉得可能也真的是没有时间陪啊,我就当时跟我爸说,我说你确定想去吗? 我爸说想去啊,我说那行,我说我陪你去啊,然后当天晚上我就,那是当时我在家下班之后嘛,晚上,我帮我爸交流的,然后马上我就在网上订那个火车票, 从我工作那个城市回,嗯,我父母那个地方那个车票啊,然后第二天呢,应该是第二天下午发车的火车票,然后第二天上午呢,到单位处理一下单位的事儿,然后请假啊,然后就,陪我爸看病去了,哦,这个是单米,谁知道单米啊, 当时我是,好像是有一点小,有一点小位置啊,在那个单位还有一个小小的职务啊,其实手里的工作压力也并不小啊,所以这里其实我要感谢我的这个领导啊,能够批准我这个架啊,然后,我得好好想想,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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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今年的春天我在哪上班呢 有点淡忘了 现在这个记忆力有点不太好了 忘了真忘了 现在记忆力不太好了 忘了哪个部门了 然后就直接就回了 当时我在请假 就是说在决定 回父母那边陪父亲去外地看病的时候呢 并没有跟那个 大宝的妈妈商量啊 没商量 我就直接 自己决定就就就回啊 大宝的妈妈呢也 什么都没说啊 所以我也要感谢她 估计她也知道 我一旦做出决定了 她也很难去劝阻我吧 其实 我也有好多理由去去啥呀 对吧 你说哥哥姐姐忙 我也忙啊 二宝刚出生九个月 是个小婴儿 然后我那边单位也一大一大堆事 而且还跟父母不在一个城市 对吧 不像哥哥姐姐都在近边啊 我还得 坐过车往回赶啊 但是我真忘了 我当时是在哪一个 我当时在哪一个部门了 我还真有点恍惚了 有点恍惚了 对 然后 当时是我想 4月份 2017年4月份 春天的时候嘛 当时北方还是有点冷啊 暂断 怀寒 清明节前后吧 差不多 然后就 陪我爸去天津 到那边 有一个叫天津总医院啊 那边看 密教系统还挺不错啊 也是挂着这个专家号 在网上 先挂着这个专家号 然后到那之后那个 专家说的 你这个 作手术可以 但是呢 需要签那个 需要通过律师签那个类似于生死状啊 因为说你这 一旦作手术中途出问题了 出意外了 我们医院没有责任啊 我们可以做 但是必须要通过律师签一个 这样的生死状 你考虑好了 你要记得行呢 然后 咱们就走这个手续 如果不行呢 那你再 到其他医院看一看 后来我跟我爸商量商量 然后觉得 还是不太脱底 后来想想 就去北京 就是从天津坐动车回北京 北京那边相对医院多一点 然后我也比较熟悉 然后 到那呢 有好多医院吧 就是可以预约 然后到北京之后呢 就回到那个 北京那个我那个院里也住嘛 因为好多年都不住了 然后那个房子也比较超市 而且四月份的时候还是有点冷啊 就只能用这个电短风 然后 但是空调也能打着 但是 不太好 空调是在一间屋子有空调 另外几间没有啊 因为老宅嘛 然后就只能打电视毯 然后 用那个电短风什么的烤 这样将就着啊 去寒 结果 呃 刚到北京 然后想休息休息 我爸那个腰就闪了 腰就 撑了啊 年龄大了 可能腰椎啊 或者 腰肌都不太好吧 就 走路困难啊 然后 我爸就有点着急 说你看这 屋子这么潮湿啊 就住这个潮湿的屋子最容易闪腰 扭腰 然后就动他不了了 就在床上躺着 然后 一着急 因为本来是想着去看病 结果去天津看这个医院 医生 说的挺吓人啊 还有牵身子状 然后到北京呢 没等去医院看病呢 这个 腰就闪了啊 就动腾不了了 所以就有点 压力大 就是着急上火吧 然后一上火呢 可能血压就高 然后这个眼睛 这个结膜 就出血啊 就是 白眼人就出血啊 白眼人叫球阶膜 那个医学术语叫球阶膜出血啊 就是那种红血丝 但是它呢属于 血块啊 一大片就是 那种出血啊 然后我赶紧的 我去附近的那个商店 就是 商店找那个冰柜啊 冰柜里边那个霜 冰柜边那个霜扣掉一块 然后拿这个塑料袋装好了 给他敷这个眼睛 因为在眼睛刚出血的时候 必须要冷敷 因为我刚回到北京 那个冰箱没查电嘛 就是出血的 量就会少一点嘛 然后同时我赶紧把那个冰箱插上垫 然后用那个水冻那个冰块 那个 是用那个小塑料袋装上水 然后搁冰箱冻 那个冰箱是那种 老式的那种 应该是198几年生产的那个冰箱 那种 日本的 原装那种夏普冰箱 那种天蓝 湖蓝色的天蓝色的那个冰箱啊 现在都早就 没有了 不过那个冰箱质量特别好啊 就是好多年了 好几十年了也能用 然后给它冻冰块 然后这样的就 在这养腰吧 先把这个腰和眼睛养好啊 然后我就做饭 我爸就 后来我就在淘宝上买拐杖啊 买那种 就水去柳的什么呀 就那种弯弯的老式的拐杖啊 买两个 一个时候煮一个那种的 然后就这样 就养身体吧 我爸就有点着急 其实 然后 在屋里也是有点憋闷呢 然后就 因为早年北京那边有那个 叫双龙牌三轮车啊 就那种人力三轮啊 就是 它就有那种铁管啊 就像这种铁管汗的 看这种铁条的嘛 跟这个差不多汗的那种质量特别好的那种 人力三轮车啊 但是早年啊 早年我买了两个 一个大轮一个小轮的 然后我就用那个 车推着我爸去附近三星啊 就是在那个车 上边放一个大的那个泡沫板啊 就是仿震的泡沫板 然后 上面放上那个厚的被子什么的 然后我爸坐在这里我就 推着他三星 然后后来呢慢慢把这个药就养好了 然后我就开始去医院 因为北京医院特别多啊 当时 北京的医院 刚实行叫医室服务费啊 是挂号费 好像取消了吧 但是医室服务费 贵了啊 医室服务费好像 50或者70吧 根据 专家的 级别的不同啊 有的便宜 有的贵啊 副主任医师可能是50 主任医师是70吧 然后当时我记着 挂号有一个是 302医院吧 然后解放区那个医院 然后有一个专家看了 然后 他不太建议做手术 说你看 像你这个情况 如果 做手术的过程中一旦出血了 眼瞅着止不住 那就 惨了 那就不行了 也 以前也的确有过这种情况 有的人 就血压板低的 他就是止不住血啊 是眼瞅着这个人就不行了啊 就是不同意手术 看他们这是报纸 拉丁语的 西班牙语的报纸吧 然后那个专家他说的一个观点还是 挺有深度的啊 特别和蔼的一个老头 然后他说你看 你如果不做手术呢 保守着这样的 你还能活着 对吧 肯定能活着 但是你要是做手术呢 弄不好呢 可能 血止不住 这人就没了啊 你看哪一个是 比较明智的吧 他的意思是不但能手术 一个是年龄大了 另外一个是 有风险啊 我也想起来了以前 好多年以前 我在 天津陪我父亲住院的时候呢 当时就有一些 当时患者 他们血压板特别低 好像当时是个小孩 还是个小伙子吧 他的血压板特别低 然后医生呢 规定说他得能吃那种流食 或者软的粥什么的那个东西 但因为他小孩嘛 可能 嘴比较馋啊 他以前吃零食 吃习惯了啊 所以他就悄悄的 吃那个干脚面啊 干脆面啊 就那翻面面 把它掰碎了 就是这样的就吃啊 悄悄吃 结果呢 因为翻面面是 有那种硬茬啊 比较硬嘛 他在咽的时候呢 然后那个硬茬呢 把这个食道划破了 然后造成内出血啊 其实 医生没有任何办法 医生只能他在出血 血压在不断降低 但是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他这个食道出血了 只能干丑着 这个人就去世了啊 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他这个 有出血倾向的 一旦 这个内脏出血了 他止不住啊 所以 我是非常能理解这一点的啊 然后又去了 协和医院吧 挂号 也挂了一个专家号 好像是个副主任医生 但是 副主任医生 但是他在 看病的时候时间太快了 基本上就是 头也不抬 然后好多人排队 然后他手下那个实习生 一个小女生 然后就问问题 什么 就是什么基本情况啊 名字呀 年龄啊 有没有过敏史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 基本上好像 基本上就 好像专家也没太细看 顾不上 然后就是还要扫什么 二维码呀什么的 反正就闹得 觉得 挺挺 不太理解 他是怎么一个看病过程 就像二宝 不是就像大宝小的时候 在北京儿园所看那个 这个是应该是他后贴的这个 这个仿华条 仿华条 对 这种沙纸一样的仿华条 估计这个楼梯摔过人 然后 反正看了几个医院吧 就感觉不太 但是 专家号不好挂 挂上之后呢 看得好像还比较敷衍 然后后来 也是有点灰心吧 觉得好像 哎呀这个 可能就 这样吧 可能也做不了手术了 北京这个医院的医生都特别忙 对吧 然后基本上也都不太赞成做手术 后来我拔那个牙还不舒服 然后我又给他约 又挂号挂那个 清华大学医院那个号 到那边看牙 他那边看牙挺好的 那时候他的腰就能够慢慢的走了 就是稍微好一点了 然后 再往后呢 我想 那是春天吧 然后那时候其实 北京马上就到雨季了 然后就 想着这个 那个房子那个吧 就是因为 已经年久失修了嘛 想着把它换一下新瓦 因为他那个旧瓦时间长了都裂了 有的 以前我曾经回北京到那边去 把那个瓦的缝给他拿水泥 水泥 缠上白灰 再缠上麻刀 麻刀就是那种 像头发丝一样的那种 那种纤维啊 但是用来增加韧性啊 白灰呢 是那种白色的特别黏啊 白灰有黏性 然后水泥的有韧性 然后那个麻刀呢 他 起到这种纤维的 这种这种 有点像姐弟组织这个作用啊 然后缠在一起 溜那个瓦缝 但是也不行还漏 因为他溜完之后他还裂啊 太阳一晒就裂了 所以想着就 穿着春天 那时候还北京 还不怎么下雨的时候呢 把那个瓦换了 然后就说换瓦吧 然后就 一边预约着医院 一边把那个瓦给换了啊 反正后来呢 反正期间也发生好多 好多故事吧 然后后来一位朋友啊 他约了 他在北京工作嘛 然后他约了 三连一医院的专家啊 他可能是 比较熟悉吧 然后就直接约的专家说 那啥 我帮你约的这个医生 当然你直接去就行 然后他跟你好好看一看 然后并且 都订好时间了嘛 就说几月几号 几点在那等着 订好时间了 然后那个朋友还 安排了司机 来家里接啊 然后还专门 准备的一辆是那种家常的 就是那种久坐的车啊 这样说你父亲如果 坐车的时候累了 可以躺一会 并且还在车的后座 准备了一个管口瓶 就那种塑料的 管口瓶 说 如果 因为它是密教系统 基业嘛 说如果 在车上坐着的时候 如果 想解小手呢 可以直接 往这个瓶里啊 这样的 其实我特别感谢那位朋友的 他想的非常细啊 就是 联系专家 然后又准备车 又到家里来 这样来接 然后我 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就说 我就傻吧 我说 我们坐地铁去吧 公交地铁去 然后那个 联系这个专家 我们就特别感谢了 我们就不麻烦您了 但是 那位朋友坚持说 不用不用不用 就傻吧 我已经安排好了 到时候你在家里等着就行 我挺高兴啊 因为 他联系的这个 医院这个专家 然后应该是跟他 比较熟 也能比较仔细的看嘛 而且他 很方便的 我们也就在家等着就行 他就来接 我也非常高兴 然后就跟我爸说 说那个 我的一位朋友他联系专家了 然后到时候 过几天 几号 几点啊 他们就来家里接 咱们 到时候咱们 就去就行 然后我爸不去 因为那时候 已经看了几个医院了 然后那医院的医生呢 都不太赞成做手术 不是不赞成做手术 就是 说 这个啊 就是看病的时候 就有点 敷衍了事那种的 病人也多嘛 我爸那时候就有点 不想再看了 后来我说 这个就算最后一个吧 因为人家已经联系了 人家好心联系的 咱们再不去 好像拿一把似的 对吧 你说有病 乱求医 那么 虽然说 想着已经 不做手术了 但人家已经 联系妥了 你说 对吧 咱们就看一趟 看看能怎么 怎么定呢 我爸就是不去 然后我当时也是 有点 很生气吧 我觉得 是吧 这就很尴尬嘛 人家联系好了 结果你这头又拿一把 后来我可能也是比较激动吧 然后可能 言辞也比较激烈 因为那头我已经打印好了 我觉得这个 是 一般常人的这个思维 都会很高兴啊 联系到了这个专家了 那么高兴去看看 对吧 也很方便 结果不去 我就有点着急 他的言语也比较 说的比较激烈吧 我爸就生气了 说你这个逆子 逆子 救不去 救不去 这样 后来我想这咋办呀 我就悄悄的给我姐发微信 我说 我说姐姐你跟爸说一下吧 然后就这么一个情况 你说 人都联系好了 你说爸还不去 我也说不懂爸 也跟你爸爸吵着起来了 那我姐说行 那我知道了 然后我姐就跟我爸 是打电话来发微信 不知道 后来过了几分钟 我爸就 和谐意识的说 那行 那咱们就去吧 做准备去吧 所以从那之后 我心里挺有感慨啊 我觉得可能 父母 因为可能我爸对我姐 比较 比较好一点 我姐说什么话 他就能听 我说什么话呢 基本上反着来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 这就是父母跟子女之间 这个微妙的这个关系嘛 就是 对吧 同样一件事啊 你如果说 让父母 父亲这样做啊 父亲会很生气 但是另外一个 你的哥哥姐姐说呀 他就很高兴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一个 典型的例子啊 还有一个例子是 我从北京回老家啊 那时候 老家这边的工作已经辞职了 没有工作了 然后从北京回来了 那段时间就在 闲富在家 无业 无业状态 也没有什么收入啊 那时候就是 给一些孩子付到英语啊 就是赚点微薄的收入 也没有什么钱啊 但是有一次我去我父母家 我就注意到他们这个 用的茶牌 有的都已经老化了啊 有那种老式的那个电灯线那种的茶牌 那个电灯线那种线啊 特别细的都已经裂了 露铜线了 我吓一跳 我说哎呀 这肯定不行啊 然后我当时就买的那种 质量好一点的 叫好像叫公牛牌茶牌吧 就那种 比较粗的线那种的 带着那种开关那种 那种一茶牌 拖线板 然后就买了可能有 五六个吧 六七个吧 我就想着把父母家所有的这个茶牌都换一遍 就是这个安全隐患吧 因为他们用电视毯 有的时候电视毯那个线不够长 所以他就用一个图线板 验长线嘛 结果那个线都老化了 他出电 然后我就 那天我就买了一大堆茶牌 去我父母家去换 各个屋我就这样换 把他们那个拔掉 然后把这个系列插上 然后我忙着换茶牌的时候 然后我爸不知道怎么就开始批评我 我也没在意 我就低头换这个换那个 又擦那个 尘土 因为有的角落 在换茶牌的时候里面有些尘土嘛 因为 因为北方是地热 就是在地下供的暖气 地热它有一个毛病就是干 会造成这个地角那块有些棉絮啊 那种灰尘呀什么的在那 滋生啊 然后我就换茶牌擦 然后结果 哎我爸突然 就批评我啊 我也就 莫名其妙怎么批评我呢 然后就后来就骂上我了 批评批评我没吱声后来开始骂我 我当时也气坏了 现在我是 好心 在我这个经济方面还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我自己花钱买 给你换茶牌 我也没惹你没招你的你骂我干啥呀 我当时气得不行 那个产牌也换差不多了我就回骂了 我实在气得不行了 然后我就走了 然后结果我走了 离开之后我爸又追上来 又拿 拿手拽我让我回去 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感觉比较害怕 有种恐惧感啊 就是觉得 那是我第一 应该很明显的第一次有恐惧感啊 就觉得父母对子女的 这样的控制啊 就是 具体为什么骂我我也不知道了 可能基本上就是 还是怨我辞职吧 就是说你看你你把这个 家乡的这个公职辞去了 现在没工作了 不争气呀 自毁前程啊 反正就看这来戏吧 就类似于 有一些家庭的子女 总也不结婚 总也不找对象 父母看着就来戏啊 见着就催婚那种 跟那个有点类似吧 所以 反正 后来呢 逐渐的就是 越来越激化吧 就是跟 父母啊 其实我跟我妈还 挺好的 我妈一直对我 是 挺温和的 我爸可能就是比较严厉吧 其实我也说过 就是父母 父爱和母爱 她的不同之处呢 可能母母亲呢 可能她是 总是最心疼 那个最弱小的 最这个子女中最没有能耐那个 可能 母亲是最心疼的 但是父亲呢 可能他 可能看重的是哪一个子女 最符合他的 价值判断啊 就是 希望这个 子女按照他的这个职业规划 按照他划定的这个框划去 发展 如果 子女不听他的这个 规划 他可能就父亲就生气吧 对吧 可能父亲父爱他可能更 关注最有出息那个子女吧 而母爱呢 可能更 更关于那个最可怜那个最热小那个 就是父爱跟母爱的不同吧 其实这些东西 随随念说出来 就是 其实算是给自己做一个记录吧 我想趁着自己 现在大脑还清醒 把有些东西都 记下来 以后年龄大的时候呢 自己看呀 或者大玩儿宝看呀 对他们的 这个人生的选择呀 能有一点参考意义的话 那么就善莫大言了啊 仅此而已 对于 传到频道里的好多视频呢 其实严格来说就是把这个 频道作为一个 网上的云盘啊 就是可以随时 看 因为你如果存在电脑里呢 有的时候电脑坏掉了以前 我在国内有两个笔本电脑全坏掉了 屏幕黑屏了 然后里边的好多资料 都没有导出来啊 就在那一直放着呢 所以我觉得 现在 网络 很发达了 那么能够通过 上传的方式 让它存在这个云空间啊 云存储 我觉得这个是 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吧 这边 这边他们 都每戴头盔 几个老美啊 他们 骑自行车 盗占身体啊 好吧 就说这么多吧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有点冷了啊 有点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